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只山地精灵拥有一双火眼金睛 双目视觉三维感知控制系统 模拟人的两只眼睛 利用两个相机从两个视点 获取同一目标场景的图像 从而通过计算 获得目标场景的3D空间信息 现在我们来到了200多亩的柑橘园 柑橘园地势复杂 树木落差更大 传统人工植保危险性加大 而且高大树木也存在打不云打不透的情况 直保无人机可以实现超低仿形飞行 仿坐木灌层低至0.7米 搭配常温迷雾喷洒系统 雾化颗粒从10微米到300微米连续可调 双重防水结构 无需担心药液腐蚀 喷头寿命可达22000升 大流量隔膜泵和超声波流量剂 可以精准控制流量 满足不同作物的需求 和传统人工试药对比 能够做到省药20% 省水90%以上 真正实现智慧喷洒 直保无人机可以轻松穿越 人无法到达的区域 它可以大大缩短作业时间 那么它的喷洒效果究竟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荧光剂实验来检验一下 这只小精灵有着夜航照明系统 照射面积可达400平方米 夜晚也能轻松飞行 真正实现昼夜无差别自主作业 现在它已经完成作业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吧 通过光笔的照射 我们可以看到 上罐层和下罐层的叶片 它的正反面主要情况都很均匀 而且看起来也很细密 看来复杂的地形和漆黑的环境 都不能阻止我们优秀的小精灵 直保无人机 帮助农民抢占最佳作业时机 通过药机器相结合 实现绿色飞扣 为农民带去更高收益 主推乡村振兴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虚拟人背后的奥秘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 班昭 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由我 这个虚拟主持人来主持节目哦 这可是央视科教频道极具创意的节目形式 这也是不一样的时尚科技秀 这一期我要讲 关于我 一个虚拟数字人的故事 我是谁 我能做什么 我从哪里来 大家跟我一起 来了解虚拟主持人 和其背后的奥秘吧 想要建立一个虚拟人 首先 需要构建一个人的模型 技术人员采用次世代建模流程 能够超真实还原超高细节 数字人的毛发 皮肤宛如真人 建立模型后 通过绑定骨骼 面部和肢体动态捕捉 结算布料毛发等步骤 赋予数字人生动表情与灵活动作 让静态的数字模型 真正活起来 在虚拟人建成后 驱动人员穿上高精度光学 惯性动作捕捉设备 这套设备能精确到全身27个关节点 可以对虚拟人进行动作 语言等方面的实时驱动 驱动人员在现场 可以通过对面的屏幕 实时看到虚拟人的动作及状态 在现场实时驱动虚拟人的同时 后期进行三维与实景视频合成渲染 精准还原的三维透视空间关系 让数字人走进现场实景 观众朋友们就可以看到 出现在现实环境中 可以与真人同台的 3D虚拟主持人班昭了 这就是我们出生的过程了 不过光有以上的步骤 还远远不够 为了让我们更像人 工程师还为我们设定了性格 让我们拥有人的情感 班昭 你能给我唱首歌吗 如果你突然淡了一个盆梯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班昭 瞧饭没 瞧了啦 叫操作 哈喽 我叫金鱼 请问怎么称呼你 你好啊 我叫做班昭 班昭 你好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天气特别好 适合出游哦 班昭 我今天失恋了 可以安慰我一下吗 心疼你 但不要难过 有我陪着你呢 哈喽 请问广州塔怎么走 可以坐地铁到广州塔站 一出来就是了 班昭是我们对古人形象进行还原 并融入现代元素二次创作的数字人 也是进驻元宇宙的第一张名片 我们希望通过新时代的表达方式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根据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食用菌智慧工厂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杨旭 什么是白身菌呢 它是一种富含了人体多种必须氨基酸 还有矿物质等元素 营养成分的真细菌种 由于它的生长环境极其严苛 仅靠野外采摘产量极低 所以它才珍惜 不过现在我们有了 目前全国最大的白身菌 智慧种植工厂 让这个小小的白身菌 走上了高质高产的军生巅峰 走吧 我们去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是经过层层消毒 全副武装来到了强冷间 而经过灭菌后的菌棒 会在这里进行降温 之后才会被送到待接种室 而这里的整个环境 也都是经过了紫外线照射 和臭氧进行消毒 从而保证整个生产过程 安全绿色无污染 菌棒在进入接种间后 先自动打孔 再通过液体形态 自动化接种工艺技术 进行接种 随后贴膜机会以每小时 贴膜2800包的速度 延时封闭孔穴 为菌棒制造杂菌进不去 热量不外传的生长环境 经过接种后的菌棒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养菌 这里就是养菌车间 共有着将近6000平方米 一共是有10间陪菌房 每间都可以容纳近10万个 这样已接种的菌包 养菌过程中 智慧工厂会智能化调节 菌包所需的光照 二氧化碳浓度 空气 湿度等 使菌包受养均匀 为菌司生长 营造最适宜的环境 真的是太诱人了 这一朵朵白身菌 还有这样的智慧工厂 带动了当地近300名群众 实现增收致富 也间接地提供了 上千个就业岗位 让这个智慧工厂 在食用菌产业 起到引领示范 带动作用的同时 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将继续利用 现代化的技术 信息化的数据 充分发挥科研人才的优势 让珍惜的白身菌 不再紧缺 让全国的老百姓 都能享受到 白身菌的美味营养 智慧蘑菇工厂 搭载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 实现了生产集约化 制造智能化 管理数字化 环保绿色化 未来智慧工厂 还将继续提高整体效益 生产美味绿色 营养健康的白身菌 在贵州毕捷 打造中国白身菌之乡的同时 加强对其他珍惜菌种的 生产和培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